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Baseline Method 那我们知道的是说 现在呢,这个Total Reward 那我们要去Estimate它 那Variance有点高,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降低它的Magnitude 那我们就把它减一个Baseline的Value 叫做B OK,好 那这个B呢 你说我减它之后 会不会导致我原本 这个希望去求的这个Fy 那就变了呢 那这边的话呢 你稍微做一点观察 就可以发现说 只要这个B呢 它是Independent with你现在的Action 那基本上你去减一个B呢 那你对这个去求这个Fy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影响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把这个B跟前面这一包 那写在下面 可以吗 那这一包的话呢 乘上B之后呢 那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是在Action Level 的这个Log Probability的这个规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 这个 Episode Level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规定拿出去 然后Sigma呢 把它合起来变成是 写成是Tau的版本 OK 那就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之所以这边会有Log 是因为我们之前呢 在分子分母 对这一项的分子分母 各成了一个PTau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还原 那这边有分子分母 有PTau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规定 拿到Sigma的外面 那里面的话 你就发现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后面会乘上一个常数B这样子 那所以B可以提出到Sigma外面 那Sigma里面的这个PTau 加起来就是1嘛 所以上面这个式子就变成了是 Gradient of B in terms of Phi 对不对 那只要呢 这个B跟Phi是independent的话 那它的规定会是0 所以有加这一项跟没有加这一项 是没有差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只要B跟Phi 跟我的这个Policy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OK 好 那接下来有个问题 就是那这样 那这样算这个B 我知道 就是我们要选一个跟Action 或者跟Policy 没有关系的 好 那到底它要选什么值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B越大越好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尽量降低 前面这一项的Magnitude 所以我的Reward就会 我的这个Variance就会越小 在Estimate的时候 那但是呢 你减它 这个减出来的最后的这一包结果 这个结果 还是要有意义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就是说 你还是要Guide你的Phi Such that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找到比较好的这个Tau嘛 也就是说当这个Tau呢 它的这个Reward高的时候 你希望它Probability变高 那这个这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相减之后的结果要高 对好的Tau来讲这个要高 对不好的Tau来讲这个要低 减完B之后还是要低 那这样的话你还是可以去guide这个Five去找到好的这个Policy 对不对 好那要怎么样确定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前面这一项其实是在S每QPi 对不对 所以你希望对它减一个东西 但是它还是对我在这个Action 这每一个Action它还是有意义这样 它可以代表说这些Action到底有多好 或是这个Tau做完之后到底有多好 好那B要是什么呢 好那这边我拆购同学有些应该会想到 好不过这边的话我就直接讲答案好不好 那有一篇Paybook告诉你说 好那我们就把B呢就变成是VPi就好了 OK好你想想看这个VPi 还回想一下这个VPi就是Pi的Value 就是不管这个你未来这个踩的Action是什么 那你如果Start from SIT的话 好那接下来做各式各样的Action 好那它的Expected的这个Total Reward 就是VPi对不对 好那如果我让B是VPi的话 好那前面这个是QPi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这一项相减 其实就asme什么 其实就asmeQPi condition在SIT 然后AIT减掉VPi condition在SIT 对不对 OK好那这个VPi SIT呢 基本上是Independent with Policy的 可以吗 好那这个是什么 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Dueling Network里面看到的Advantage 对不对 那这个Advantage你说对这个这个Gradient是好的Guide吗 是啊是好的Guide 因为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Action 相对于其他Action有多好 在这个时间点有多好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个好的Policy 可以Output好的Tal的话 应该在每个时间点 它的Action的Advantage应该都很高才对啊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好那这个V又很大 其实这个V跟这个QPi是很接近 就只差一个A 只差这个AT的这个Advantage 对不对 好所以我就可以大幅的把这个QPi的值变小 就减少了Variant 好可是减少出来 减出来的结果是Advantage 它对Action来讲还是有Guide的意义 这样子可以吗 好所以这个就是Baselide的做法 好那在Reinforce里面 你要怎么样去实际上 好去把这个式子Estimate 好那其实把这个VPi Estimate出来 那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 好那这个公式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概念上很简单 好就是你去看看所有其他的Episode 好那只要他在某一个Time Step 我们这边用T' 好那他在那个Episode 好那在那个Time Step里面就是SIT的话 就是SIT一样的State的话 那就把那个Episode沿着T'以后 所有的时间所得到Reward加起来 OK那这就是对那个Episode的Reward 好那我把所有不同Episode 所有时间满足这个条件 好都把它平均 那这个就是B 所以实作上起来也很简单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